有些无粮雇主是这样的 那个伙计我叫他做事他不听话 他逆我意 我不高兴 我就会想不同的方法来刁难你 包括禁你不让你出粮 包括扣你薪金 或者不会让你升 总之搞到你没有云闲 现在我们看到 朱凯迪议员他针对秘书长和法律顾问 很明显就是他们那些经常妄想被迫害定 就是他们经常觉得有人欺负他 就是他们觉得你是对我不好的 你是针对我的 经常有人欺负我的 我的东西你不听的 所以你欺负我 我现在有机会就是减理人工 我减理人工 让你不敢再逆我意 你要信我意 就是简单来说 信他者身亦拒者亡 这有多恐怖 所以我们作为工会 我们绝对不会赞成有这些无粮雇主的行为 人家回了工 有项出就要有粮出 天经地义 立法会员怎么可以做这些无粮雇主的行为 要减我们的雇员的人工 甚至不出粮给他 而且他那种做法 他为什么要针对秘书长和法律顾问 很明显 因为过去一年的风波 他觉得那些经常妄想被迫害症 觉得有人欺负我 你们是针对我 总之我说什么 你们都是针对我们的 所以我不让你出来 我要对付你 而且这种行为 不单止是一个无粮雇主的行为 要令到我们的打工仔女 回了工 有项出就无粮出 不单止是这样 他们其实是一种脅迫 这个更严重 就是说 你不要不听我说 你不听我说 我可以整理 我可以不出粮给你的 我不赞你 我就可以不出粮给你的 这种是脅迫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在上个星期五 我们内会有人违反 我们立法会的权利特权 特权条例 光泛了我们的法例 影响了我们秘书处的同事 立法会的职员的工作 兼且有人在当我们秘书处 我们立法会的职员 我们的保安同事 执行职务的时候 有人将他们拍大头 逐个大头的拍他们照 之后我们有保安同事 被人网上起底 公布了他的资料 甚至他家人的资料 甚至连先隐专员 看不过眼 他要立刻出声谴责 以及立刻做执法的行动 去做调查的时候 连先隐专员都被人起底 其实这些背后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脅迫你 让你不敢做事 令到你在恐惧底下 不敢执行你的职务 其实这个是被无良雇主 你回到公布了 出去的卑鄙 这是卑鄙的行为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支持 二十四、二十五这些修订 我们一定会反对这些修订 不会被人做出这些无良雇主的行为 兼且这么卑鄙去胁迫别人 令人在恐惧底下 不敢执行职务的行为 好 感谢观看